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可以做得很复杂 不care这个功率的消耗问题 然后在传输过程中 它是数据本身传输是无损的 咱们先不说音乐有没有损 音乐数字信号的传输是无损的 那么这个蓝牙部分呢 它的音乐数字信号传输呢 其实是有损的 当然了这个有损 其实已经是在绝大多数人耳的 这个不可分辨的这个地方 我还是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东西 并且做一个非常快速简单的这个拆机过程 因为不拆东西有点对不起 这个我的主页啊 那这个东西做工算比较好的 而且这个蓝牙接收器其实是挺好的一个牌子 就是AK AK它做了很多的播放器 而且卖的很贵 比这个其实还贵 但是它这个蓝牙接收器却是异乎寻常的便宜 这个应该是300左右 那Mojo呢 很多朋友大家都知道 很熟悉的这个是出了很多年 然后呢 品牌也是相当棒的一个品牌 这三个灯珠的造型非常有意思 通过颜色来代表马绿和真一大小 这是一个毛玻璃的珠子 解压神器的感觉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拆解 那么我先还是拆这个小东西啊 贴的这样一层胶 把它取掉 这不是快进 这个的整体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吧 取下来之后 其实我们看这个面盖 因为外面是有一个造型设计 虽然这个造型设计 很多时候是完全无感的 看不见 它不在正中心的位置 通过完全触觉 知道这四个按键在哪 然后呢 里面还有一个内衬 这个揭开以后 正好是通过这个几个地方来往下压的 这是一个双层结果 然后我们看电路这个大厂做工啊 我们看一下整个的打开之后 电路非常工整啊 其实这个是蓝牙芯片 它不是采用模块的形式 而是直接做在板上 这个也是有一定实力啊 用的芯片蓝牙方案呢 不出意外 它是CSR的8675 几乎可以不需要用放大镜了 这个是解码 我非常熟悉啊 这个片子我用过 这个是CSLogic的 然后4350 CSLogic的这个音频芯片的这个听感是非常好的 其实从它这个定价和定位来说 用这样一颗芯片的效果是有保障 然后后面其实都是分离电路 然后有一些都是小的运放 整个这个模拟部分做的也是非常规矩 该用这种大电容的地方都是用这种大的这种坦电容 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个小小的东西啊 它其实还有一个平衡输出口 这个是2.5的 也就是四接头的这个平衡输出 在耳机输出上所谓的平衡 其实就是说它采用了四根线的连接 我单说这个接口 那四根线什么意思 就是耳机左右侧各有一个喇叭 然后每个喇叭有两根线 我们这四根线就完全独立的一直走到这个接头上 那么一般的三接头呢 它们回去的这条线呢是共用的 如果不考虑电路的就是里面这一侧 它有没有完全隔离的这个因素的影响的话呢 那么实际上从线本身来看 它是不是共用了这一段 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这个是满足电路的叠加原理的 你分不分开是一回事 但是呢一旦到了里面这个电路呢 如果从DAC开始 它是完全独立的两套 而且采用这个平衡输出的方式是完全悬浮的 没有供低的话呢 那么它们的这个分离度还是稍有区别的 如果大家想要体验这个平衡输出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四根线的这种平衡线 它本身是2.5的最好了 然后或者是买一个转接线 去刚好接到这个口上 这个蓝牙接受器呢 我们就快速地拆装了一遍 OK现在呢相对重头戏一点的 就是Mojo的这个拆装 像这个设计它居然没有用黑色的螺丝 故意营造这种对比度比较大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正好 拧弯螺丝东西就下来了 看这个是电池包 刚才掉了两个小东西 这是在这个弹珠下面的 就是有这样一个杆 介于珠子和开关之间 那底下其实还是普通的骨盖按键 好了我们就看一看电路吧 那里面有这个接电器去做这个信号的切换 或者是关闭开启吧 然后Mojo的设计本身 它跟一般的电路是不一样的 没有采用一个集成的DAC的芯片的这种方式 而是根据这个DAC的最本质的原理 就是不同等级的电流流过不同的电阻网络 然后最后一个叠加 它其实是用一块FPGA 那个懂电路的话 知道这种是一种可编程的门阵列的这种电路 然后呢 去可以灵活的设计成各种各样的数字电路形式 USB部分通过这个Atmel的这样一颗 Cortex系列的这种单片机 或者叫MCU吧 然后呢 去完成了这个USB数据传输 以及数据的一些预处理 那么到这以后呢 它和周围的外围电路一起构成了一个DAC 相当于自己设计了一个DAC 这个还是比较强的 然后后面这部分是耳放部分 那它内部呢 其实也是把电压做了一个正负两边的这样一个扩展 整个的公放部分的电压是比较高的 这样子上才能营造它的非常大的推力 推力是可以到将近500毫瓦 那你不停地去按这个音量加 可以一直加到非常大 我个人始终啊 在各种视频当中 我也是说 对于音色取向上 影响最大的永远是这个 最后的播放的设备 那么接下来呢 才是这个器材 就是尤其是这个电子部分的器材 本身电子部分现在是可以设计的非常完善的 它的新造笔啊 它的指标 它的这个功率啊 都已经到达这个人耳可能不能分辨的地步了 再往上才是 线材这些东西 就是更细微的配件啊 还有这个含铜含银样多少的这种线材啊 其实已经接近到玄学地步了 因为从物理上来分析它的电容电感电阻这些东西 已经是摆在那里了 计算出来已经是仍然不可能可以分辨的东西了 但是呢 我相信大家还是会去比较这些东西 当我只有一副耳机的时候呢 我就会愿意去比较其他的东西 当我有不同的耳机的时候呢 我会比较耳机 这个人的关注点永远是朝一个方向使劲的砖 我觉得喜欢专业的朋友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甭管最后聚焦的点有多小 那么还是希望从这个点上面去分辨出 好坏高低差异来 不评价它是好是坏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专业的精神 值得发扬的 那么下期有一个议题 我想在这一期呢做一个预告 下期啊 我会对比一下一个神塞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神塞 就是索尼的一款停产的MDR-EX1000 也叫EXK 这个耳机真的非常棒 号称动圈之王 好 我们下期再来详细说它 一定记得关注我哦